法税小故事 老殘游记之 齐东冤案 酷吏虐迷 山东一个叫做齐东春的地方 终究节期间 贾府的寡妇贾卫氏回娘家探亲 魏老爹也派人送月饼到贾府 联络两家情谊 可就在下午 传来贾家三人突然离奇身亡的消息 唯独小姑贾探春 外出逃过一劫 小探春决定向官府告发 指控卫氏妇女在月饼里动了手脚 处理此案的官员名叫刚毕 他自认为是一个青年的人 办案绝不手软 他先将魏老爹和贾卫氏抓捕 然后用各种刑具逼供 魏家妇女受尽刑罚的折磨 却仍坚称没有害人 魏家老婆不忍心 准备了些银子求情 刚毕见烈欣喜假装答应了 却在隔天将这笔钱当作证据 断言魏氏妇女的罪行 若非下毒为何贿赂我 他更加严刑考达二人 贾卫氏眼看父亲就要熬不住 只好流着泪独自认罪 然而刚毕对他的陈述仍不满意 命令手下抓住他再次施行 逼他交代所谓的情夫 可怜的贾卫氏多次昏厥 却始终无法捏造出一个情夫的名字 案情充满疑点 其他官员私下谴责刚毕为酷吏 他们将情况汇报 政府派来刚毕的上司进行再次审查 调查发现 案情关键的月饼中并无毒药 魏家妇女的嫌疑终于被洗清 众人才发现 刚毕完全没有查证物证和其他证词 仅凭主官臆测就随意判断人的生死 践踏无辜人民的尊严 结果案情大白 犯人竟是贾探春 而贾家13人其实是假死 可怜的魏氏妇女 无辜被折磨到半死 而官员刚毕所遭受到的处罚 仅仅只是短期内不升官 相对于他对人民所造成的伤害 这样的处罚实在是唯不足道 所谓人在宫门好修行 当执法者为详实调查 仅凭自己主官而自意定罪 滥用刑罚残忍陷害人民 这种只为急于建功升官的酷吏 有时比贪官更可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